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既是远亲又是近邻 然后似乎是在政治立场上 相对敌对的这个关系 所以到底年轻人怎么看 对于现在所谓政治人物出房 对于两岸关系 到底有没有加分的作用 战或战 OK来我们先问一下反对的丙人 我觉得这些两岸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归根究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的地位是不是平等的 这些交流的过程当中 当然促进我们避免误解 我们没有了解就很容易误解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中国我认为我看到的中国 其实真的我其实非常非常介意 就是中国在这一次我们花东 出现灾情的时候 他持续的在国际上面吃豆腐 所以刚才才会跟雨龙说 既然血浓雨水 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子来对待我们 我都不懂啊 如果今天你是我的亲人 你不是现在对我好吗 如果你今天对我有善意 为什么不会好好地来 真的来赠灾 而不是来做政治的操作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纵使现在马英九前总统 正在中国大陆参访 但是他该飞的飞机 一样没有少过 对那我就觉得 那马英九这样子出访 有达到我们和平的意义吗 有达到减缓两岸冲突的意义吗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 那雨龙你觉得有加分 我觉得这个楼胜很简单 刚刚这个秉恩嘛 这个也跟我们非常清楚的 产明一件事情 有沟通才有和解 你会发现 进入到现在你在拍他的肩膀 力道已经开始加大了 对 他就直接下去了这样子 没有啦 这个本来就是有沟通 有交流 才有和解 才有共生 这件事情我跟秉恩的看法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标的 叫做说 何谓是加分嘛 那加分以刚才会议员 提出的那个数据来讲的话 本来很大多数的台湾人 都是希望我们能跟对岸 建立一些联系的管道 交流的渠道 那在建立两岸的 交流渠道的时候 当政府无能为力 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当然只能交给民间嘛 那还交给民间 那谁最有这个gas 能够见到对岸的这个 可能比较高级的官员 觉得他们交流说 我们对两岸未来发展的愿景 要怎么和平 要怎么去共同的 把我们的这个误解给降低 那至于比方刚刚提到说 什么花莲那个军机的问题 那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的执政党 跟对岸没有交流的渠道 所以对岸仍然是不相信 我们的台湾的政府 能够处理好他们的关系 OK来第二题 文工午后不断 我们现在备战以及兵役制度 是必须要的 因为要因应整个两岸情势升温 同步升级 赞成或者是反对 都是赞成的 OK来我们先问一下哲伟 不是大家认为我们说 两岸应该是要渐渐的降低 所谓的敌意吗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因为其实在兵役 像现在改为一年 像现在大一的学弟妹他们就有一部分 学弟就有一部分 他们是要去做一年的兵的 但是我觉得做一年的兵 其实是还蛮正确的 因为真正要去训练一个士兵 能够去真正很精熟的 去操作这些器械这些武器 甚至是能够上战场 确实一年的训练确实是比较合适的 OK那宇荣你呢 我觉得我的看法其实跟这个哲伟是差不多的 老实说你面对到一个可能性的威胁的时候 你本来就是要去增强自己的武装 自己的武备 其实我想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常常在讲 马英九这趟他说是和平之旅 那和平后面会接两两个字 就是和平统一嘛 中国今天不管你想要我们台湾的态度是什么 他就只有两个选项 你在帮马英九代言 和平统一跟再来就是武统嘛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没有去讨论的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中国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应该要去检讨 是因为他是挂着马前总统 总统是什么 是我们人民选出来 他可以代表着我们的部分民意 但是他去中国所讲的话 都是我们是炎黄紫生 我们血浓于水 我们要来和平互信 但其实都没有讲到的是 我们台湾人到底现在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虽然花了 我们虽然现在拜卿的只有40%的支持度 但是终究现在执政党是民进党 现在台湾人最大公司就是 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不是中国人 我们不是跟炎黄紫生那么亲近 血浓于水的关系 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OK 我们来问一下伟航老师 伟航老师 现在我们说你现在聊到 他们也都支持所谓的 包括兵役的延长 包括提升台湾的战备 那为什么这个议题会在台湾社会 产生一定程度的冲突 还是有人认为说其实不用 你提高战备是对中国的挑衅 这个提高战备包括购买武器 大量的军事储备 其实谁骂最凶呢 共产党一定骂最凶 只要每次买他们都会出来骂 只是我们不会理他而已 因为那都乱听 你不出来骂我们还会吓一跳 人家这次生病 很不欢迎 匪干匪婆哪里去 好 回来现在的台湾人的视角的点 为什么国内会有一个政治攻防 只要购买军备 只要延长兵役 都有人要出来反对 因为台湾现在 比如说在野党的问证模式 很多还是单纯的一戳几跳试 你做什么我就要反对什么 所以你说延长兵役 我就要站出来反对 你表达我是在野党 我跟你不一样 但如果你说好我们要降兵役 他就要跳出来反对 说不行 这样会没办法打 所以我不认为说实质的 这个是一个大家有在进行实质政治讨论 大家只是尝试要去营造说 我跟你不一样 如果认同我讨厌他的情 就是尽量选票集中 那当时操作下来 大家一定会有一个疑问 那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些议题 是不是真的有争端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争端 吵到最后面 比如说关于前见什么的 让到最后面难道你反对吗 没有 我也是希望他好 所以我才会来认真监督预算 他也不敢说绝对不要 所以现在台湾 其实我们说政治人物 比较可悲一点就是 大家有时候碰到这些 其实应该深入讨论的专业议题 特别是国防 它是科学 那就应该回归科学讨论 只是可惜大家都觉得说 反正最后面一切都会搞定 我在这个时候问证 只是站在基础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立场 就不会有深入的 这个更进一步的那种 真正的攻防 我是觉得比较可惜的部分 OK 那我们再问一下采文远 其实对于所谓的统独的立场 台湾的趋势根据政大所谓的选举 这个大选中心 他们做出来研究 其实大概有八成的人是在 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以图后效 维持现状倾向独立 加起来大概有八成 那至于集统集毒 跟一些比较奇怪立场的 大概不到两成 甚至大概只有一 加起来大概只有一成左右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多数 就是包含这一份数据 大多统计出来的都是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是什么 就是希望两岸和平 所以刚刚秉恩有提到 和平好像之后只能接统一 其实不是啊 和平之后可以接相处 和平相处 当然你也可以说 和平之后可以接和平分手 不管是怎么样 和平之后都有很多的词 可以去接嘛 刚刚那题我反而不是赞 我是想要赞 因为其实我认为 今天台湾人绝对是有 自己台湾人的共识 而且凝聚共识 对于别人的威胁 我觉得也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要说 今天台湾的共识如何如何 就可以去阻挡中国大陆 不会犯台的话 那我觉得很抱歉 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中国大陆 他要不要犯台 我觉得取决于他的需求 他的需求取决于什么 包含他的内政 包含他的经济 包含他对中南海的问题等等 绝对不会是只有台海问题 那你回过头来说 八年前好了吗 前总统在当任 在当总统的时候 有这么严重的共军犯台吗 其实没有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希望 从这个累积善业的过程当中 然后慢慢的让中国大陆 对我们可以比较有一些 友善的做法 那没有尝试 没有去试过 没有交流 没有沟通 你又怎么知道做不到呢